楼兰是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小国 据史料记载,楼兰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国家 人口和土地都很稀少 到了东汉时,有军民一万多人,士兵将近三千人 所以军事实力不是十分的强大 只好依附于当时实力比较强的肉汁,是肉汁的一个蜀国 公元前176年的时候,匈奴打败了肉汁 楼兰又被匈奴所管辖 张谦出使西域,才使楼兰被中原人们逐渐了解 张谦报告给汉武帝说,大渊有一种粮马 汉武帝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多次派使节前往大渊求购 楼兰处于运送这些马匹的必经之路 在汉武帝的威迫下,楼兰负担起了向这些汉士提供食素以及粮草的任务 楼兰国是一个小国马,当时西域处于匈奴人的势力范围 因此楼兰既不敢得罪大汉,也不敢得罪匈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因为一些汉朝的使臣,自认为是大国的官员,对楼兰人十分看不起 渐渐的有了欺负楼兰人,虐待楼兰向导的事情 就这样,汉朝和楼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公元前77年,当时的楼兰王安归在匈奴的挑唆下,曾经几次攻杀汉士,抢夺财物 于是汉朝就派了一个汉臣,傅介子去杀楼兰王 到了楼兰之后,傅介子拿出了许多的金银财报,假装要送给安归 安归听了之后当然很开心啊,就邀请傅介子一起饮酒 傅介子把安归灌醉了之后,把他扶到了屏风后面,让两名刺客杀掉了安归 安归死了之后,汉朝就扶植了他的弟弟为傀儡心王 楼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嘛 繁荣的商业被楼兰带来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很富足的生活 但是后来西汉衰落,没有实力和精力再来顾及远在万里之外的楼兰的事情了 楼兰也渐渐与中原失去了联系,而逐渐衰落下来 公元400年的时候,高僧法显悉行取经,他就路过了这个地方 当时的楼兰已经是一片荒原了,从此楼兰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对于楼兰的消失,最盛行的说法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变迁造成的 两进之后,丝绸之路改走北道,楼兰慢慢的被废弃 也有人认为是战争摧毁了楼兰 历史上匈奴、土拨、肉质等国家都曾经统治过楼兰 有可能是楼兰被占领之后,占领者实施了屠城 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瘟疫,可能是因为洪水,可能是因为干旱等等 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繁华意识的楼兰成为了沙漠中的废墟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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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